國防部邀請日本的鐵頭專家 將去到台鐵的富翁基地 了解德魯克 自共好發行 蘇國後的改善作為 不過離蘭這家的加速團體 發言人 王美軍 出一個検討發見到 真有可能是離蘭這頭骨 這鐵路警察驚再去到検討再敲一次 再發見到八地 真有可能是頭骨骨骨骨骨 目前是需要鑑定 看是離蘭這骨頭嗎 上個月的交通保養車 日本鐵頭安裝成家 中央代替富翁基地 結果台獨國學家秀團體發言人 王美軍 卻是在當時 尚順最嚴重的第八十的車手 剩下一個離蘭這的頭骨 這一看就是頭骨啊 是不是 這誰的頭骨 讓他遺留在這裡 王美軍看得到是很難 因為台獨國學士國都價八百八十一天啊 僅是一萬有利蘭車沒辦法好好回家 趁他再去 王美軍出色代替安裝改革 快討回 向鄉政議員的資民 最後在海風球之印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去讓指引是能夠很明確的 未來不論發生事情的時候 他就一定還是荒腔頭板 還是會有人沒有辦法完整的回家 遺物也許對很多人來說不是很重要 這是家屬跟罹難者 而且他是最後一個可以連結 前頭骨已經到獄檢驗嚴重的 共同部長王國在說 真危險不要讓李蘭車入圖維安 其他事配包手機 還有電動台北車 這位遺物 第七座車 他們的結果比較軟 甚至一點半斤就結束 也發現糗糧的遺物 好 改善 華連地檢視表示 危害甚至人體頭骨跟水旗議員 需要鑑定調查 另外進行團車 代替局長度 未來會在代替公司法 之後接黨市長 不過外界關心 頭骨股事件 強行影響黨市長的臨算 王國在會議 黨市長要轉領 代替公司法 讓外交都可以信任 無的因素影響臨算 記者總法報導